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文这样说 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也都有耶稣的跟从者 我们的宣教媒体 耶稣101 最近收到一封来自一位受刑的人的邮件 信中描述了他看了我们的小冊子 路加福音 人人有份的救恩之后的反应 即使我被监禁 我的灵魂 却是已经得到自由 他这样写 并以一声激动的欢呼 作为信的结尾 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人 虽然身在监狱 但是就感觉到很自由 而有些人 坐在教堂的长灯上面 却感觉自己好像被监禁 这个真是无比矛盾 不是吗 马太福音21章31节 是新约当中最令人震惊的章节之一 这个是有关两个儿子的比喻的一部分 耶稣用他来回应祭司掌和掌路对他权威的质疑 在这个比喻中 有一个人 肯求他两个儿子 去葡萄园做事 大儿子起先不肯去 之后后悔就去了 小儿子起先就说去 后来就改变主意不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遵行父亲的命令呢 他们说大儿子 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令人震惊的解释 我实在告诉你们 衰利和昌忌 倒给你们先进上帝的国 最不可能相信的人 选择相信 祭司掌和掌路们 反倒不相信 衰利和妓女 素利都是被宗教领袖们所鄙视的 但是 他们却被那些向来守法 守安适日的祭司和掌路 更早进入天国 而那些有宗教血统和阶级的人 却有被逐出天国的危机 从字面的意义说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耶稣的恳求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无论我们是虔诚的信徒 还是非信徒 在福音书中 宗教人士 总是处在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需要 让我们透过检视自己的内心 忠实地回应耶稣的恳求 接受耶稣的恩典 就是那个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 今天的来文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 感谢观看